有用好幾個State的程式 State Entry就有IIT REST IIT就是剛剛最前面的 主要是Timer Event 重新設定 看看這個 每一次這個Owner有沒有上線 那Timer呢 Timer就是Owner上線 它這個是Online 然後你要Send Message 你要不要跟它做線上的交談 Update Time Online Status 重點是這個Owner的 就是說有一個人來按 有一個任何人來按 但重點是那個Owner 它現在是不是在線上 那Owner在線上 所以剛剛前面的 主要都在Timer 都在Check那個Owner 那個這個擁有者 這個客戶的擁有者 要在線上 如果在的話呢 那就跟它 這個 那 那不在的話你就Set Tax 那 那這一個Data Server就是 就是Update Status Update這個 這個 你剛剛的Request 就Get Online Status 就是你到底那個 那個Status是誰 是什麼 然後重新再Set Time Event 那Touch Start 就是這個 使用者 或者那個客戶來Touch的時候呢 那我要做什麼事 剛剛是Owner 怎麼樣跟Owner連接 那這個客戶來Touch這個 Customer Bear的時候 他按這個按鈴的時候呢 那我們知道 這個客戶是誰啊 所以這個時候 你Touch到的時候 你就要Detect他的Key Detect這個 這個 這個人 是誰來 現在誰來按 我家的門鈴 誰來按這個鈴 然後呢 這個 然後Handle Handle 在Listen下面做的事情 那這個 那這邊有一些 Please say your message 那這些LSA 這些都是跟他 跟那個客戶的溝通的 我想我們就不去管他了 這個就是 就是你要怎麼樣的做一個介面 跟那個 跟你的客戶沟通 怎麼樣 或者你做一個Dialog 這些都可以 就看你要怎麼樣的 給客戶的這個 這邊範例都做最簡單的 就Say 什麼就可以了 那Listen裡面做的事情 Listen裡面做的事情 這個 Listen Remove Listen Remove 就避免一直在Listen 我已經Listen到 那就把Listen Remove 那主要就是 它是Online的話呢 是IM Message 不是的話呢 Email 主要就在這裡 Listen到以後 就把剛剛的那些東西 就用 Handler 就Listen到的Handler 就是 我幫你用IM 或者我幫你用Email 送出去 那資料擺在哪裡 那你只要擺在剛剛看的那個G 會有一個Delay 會有一個Delay 擺在這個 擺在這個 擺在這個G Aging這裡 這裡會有一個 避免Delay的時候 另外一個人進來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OK 那這個就是 這個Custom Bail 那這個送出去以後呢 那當然 我在 我在 我是一個客戶 對 不是我是一個Owner 我Owner我怎麼樣收到Mail呢 你可以在裡面收Mail 如果你可以在裡面 擺一個這個物件 專搜Mail 那Mail 搜Mail的時候 你進去 或者是在這個 就存在 就存在這個 這個物件上面 說我 我的Key 是什麼 然後呢 你Touch的時候 就Get Next Mail 你可以把這個Mail 把它給 Message From 哪裡 Receive Subject Message 等等等等 後面還有沒有Mail 這是一個簡單Receive Mail的 這是Inward Mail 我們現在講的那個 IM跟Mail 都是Inward Mail 也就是說 Second Line裡面的 IM跟Mail 那我們怎麼樣的 跟Second Line外面呢 就是跟Out of World 跟這個外面世界 或Web世界的那個溝通呢 我們後面再來談 那個就要用到 SMRPC HTTP 然後再來做 跟外面世界的這個溝通 OK 那 Object Object之間也可以送Mail 就Object 我們剛才講 Print跟Print之間送Message 那 我的Object 跟Object之間 我們也可以送Mail 那不然就用LLMail 那這個 你可以把一個物件 只要是看 要送給哪一個 那 那它的 Mail Address 是什麼 LSL.SecondLine.com 就這個 某一個物件 的Mail Address 是這個物件的 的這個 key At LSL.SecondLine.com 就這個 這個是每一個物件 所以物件跟物件之間 可以送 送這個Mail 那這個 OK好 那我想我們 這個部分就先談到這邊了 那我先把這個先切掉